全球的新冠疫情相當地吃緊 那麼世界各大國也都在爭搶 到底誰能夠先把疫苗研發出來 而美國研發新冠病毒疫苗 渴望搶得市場先機 世界第一大藥廠輝瑞在27號宣布 疫苗研發展開了最終的人體試驗 距離上市更進一步 而另外一家大廠莫德納 也在同一天表示 有信心在今年底量產上市 讓為疫情疏苦的美國總統川普 終於鬆了一口氣 希望藉此能夠拉抬自己低迷的水情 因此27號川普還非常難得地戴上了口罩 來參訪一家疫苗製造工廠 替員工也幫自己加油打氣 武漢肺炎疫苗的問世露出曙光 全球製藥龍頭輝瑞 跟美國生計大廠莫德納 27號同步進入最終階段 官員藥廠在美國39個州巴西阿根廷德國 招募3萬名的受試者檢測疫苗的成效 莫德納27號同一天宣布 已經在全美90個地點進行了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也要對3萬人展開疫苗安全性跟有效性的測試 兩大藥廠預計如果人體試驗成功 疫苗也核准 最快今年11月就能問世 年底以前生產1億劑 明年年底前產能更高達12億劑 美國疫苗研發領先 渴望疏解疫情 也替大選民調落後的川普總統打了強行針 27號他罕見戴上了口罩 到南卡羅來納州參訪一個疫苗研發基地 副總統彭斯到佛羅里達州 參訪另一家生計業者 同步表達對疫苗研發的重視 更希望拉抬川普逆轉身 楊正平編譯 美中情勢剑拔奴張 那麼夾在兩牆中間的東亞各國 現在可以說是左右為難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在27號 就語出驚人 他像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非常直白地說 南海主權問題 菲律賓跟中國的勢力相比 那麼中國的勢力太強大了 菲律賓束手無策 只能夠尋求外交解決 他更拒絕美軍駐紮的可能性 因為如果美中開戰 美軍基地恐怕會成為 核武攻擊的目標 因而造成菲律賓人滅絕的悲慘命運 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發表上任之後第五次國情咨文 針對南海主權爭議 他說菲律賓根本沒有能力跟中國開戰 只能束手無策 多特蒂認為菲律賓現階段應該冷靜下來 尋求外交途徑解決南海問題 所以先前有媒體報導 美軍有意重返旅宋島中部的 蘇比克灣軍事基地駐紮 菲律賓不但在南海無法跟中國抗衡 還得在防疫方面仰賴北京 多特蒂甚至押保中國會率先 引發出疫苗 直接求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多特蒂發表國情咨文 全程一個小時40分鐘都沒有戴口罩 但演出之前 中醫院副議長傳出確診 還有六名總統府的員工染疫 菲律賓在東南亞地區 僅次於印尼 疫情是第二嚴重的國家 所以陸特蒂堅持 如果疫苗沒有問世 八月底中小學就別想開學了 成員的兵業 西半球最大的 喬治亞水族館 館內的訓練員 會訓練海報下樓梯 一雙大眼望著玻璃外 討喜模樣惹人愛 圓滾滾的海報不在水中悠游 而是在走廊啪啪噪 不光是蹦蹦跳跳往前走 一隻隻小海豹還在電梯內排排站 訓練員搬出鮮魚大餐當誘餌 小海豹為了獵食 通通乖乖進入了占養池 不過也有海豹不乖 只好裝箱處置 這裡是美國最大的喬治亞水族館 館內飼養了超過600種動物 還有許多動物明星 像是企鵝柔拉 她參加零距離體驗計劃 經常在館內趴趴走跟人互動 喬治亞水族館還有個賣點 擁有全球最大的活珊瑚展示區 被映稱為海洋版的紐約市 一株株珊瑚在紅光照耀下閃閃發亮 整個殘暖過程如同流行雨般壯觀動人 一旁的水族保育員趕緊記錄下這神奇的一刻 珊瑚殘暖的過程會增加海底生物的食物鏈 許多海底動物會將精子和卵子下肚 對小型甲殼動物來說 宛如晚餐中享 爆裂聲響起時 便是海底動物準備享用珊瑚卵的時刻 水下的奇幻世界比我們的想像還要精彩 綜合報導 現在的光害嚴重 要觀星賞月並不容易 全球有好幾個星空保護區 晚上抬頭一看就是耀眼的星空 而現在要多一個保護區了 就在日本 東京 南方 里島 神經島 有一片璀璨的星海 四季都能夠觀賞不同的星座 當地的村長為了要守護這片星光 預計在下個月要向國際岸天協會申請 將神經島認證成為星空保護區 成為日本的第二個保護區 點點繁星墜滿浩瀚夜空 不時還有流星劃過 您可能很難相信 如此壯觀的景色 距離東京都會區 只有短短178公里 這裡是神經島 一年四季都能觀賞美麗星海 吸引不少遊客 當地村長為了守護這片星光 預計8月下旬申請將神經島 列入國際岸天協會認定的星空保護區 目前全日本只有一個星空保護區 位在沖繩縣的西表石原國立公園 園內能看到84個星座跟南石自新 亞洲地區除了日本 南韓的陰陽巨螢火蟲生態公園 還有台灣荷環山 也已經成功認證為星空保護區 美國大峽谷國家公園 也是星空保護區 國際岸天協會總部設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常年宣導光害問題降低光污染 並為保護星空推動星空保護區認證 目前全球共有130個地點獲得認證 如今神經島立平成為日本第二 要讓島民一抬頭就見星光斑斓 王宇薇編譯 台新聞的獨家報導 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中選會在27、28號兩天一夜 南下到雲林度假飯店 執行2020總統、副總統 還有罷涵選務工作的檢討會議 但是攤開行程 一天裡頭只花不到三個小時開會 其餘的時間還安排參訪行程 被國民黨指揮 根本就是用公家的錢 來幫主委李靖勇故莊 但是李靖勇也回應了 選擇到外縣市來舉辦檢討會 是配合國家振興經濟的政策 從遊覽車走下來 帶頭的是中選會主委李靖勇 這裡不是台北 而是雲林的知名度假飯店 翻開行程表 這些人要出席的活動 是中選會總統、副總統、立委選舉 還有罷涵的選務工作檢討會 28號下午2點半 檢討會開始 三個業務單位輪流進行報告 接著5點半開始晚餐 就結束行程 隔天一早8點半開始 高雄市選務交流 一直到11點還安排了參訪行程 不到6小時的檢討會 卻要在外縣市兩天一夜 藍委批評根本是在浪費公帕 在台北就好了嘛 為什麼跑到別的地方 特別要跑到雲林縣 浪費公款去旅遊啦 由於會議地點就是李靖勇在2014年 單元縣長的雲林 兩偉更質疑李靖勇有這個考量 2022到底有點早啦 不過我想也不可能啦 為什麼跳那種地方 借這個機會去那裡鼓鼓裝吧 這沒有浪費工廠的問題啦 因為每一年我們都是巡力這樣子來辦 但是今年配合國家的振興經濟的政策 檢討會議要開 可是跑到建戶山去開 當然容易引發別人的遐想 所以我認為中選會確實要說清楚 講明白 120多人光是住宿 場地 以及遊覽車花費 全是納稅人的錢 恐怕不是李靖勇一句 振興經濟就能說得通 記者葉廷劉偉成 郭正義 台北雲林綜合報導 民眾報復性出遊 小琉球遊客暴增 也出現了很多的交通問題 由鑑於此 屏東經理站會同警方前往小琉球 進行交通大執法 一共開出了130件罰單 並且沒收了一部無牌照拼裝車 而違規事實上 其中以民眾沒有戴安全帽 最多達到79件 人人人到處都是人 急急急街道上機車鑽來鑽去 這裡是屏東小琉球 民眾報復性出遊 儘管對當地帶來龐大商機 但也衍生不少問題 仔細一看 有的機車騎士 每一戴安全帽 只戴鴨舌帽 還有遊客坐在接駁車 只是這接駁車 竟然是貨車改裝而成 民眾坐在改裝的接駁車後抖 種種景象 真的顯像還生 貨車 後車頭 架裝座椅 都是非法改裝 安全沒有保障 另外如果有發生事故的話 也沒有保險 相關單位看不下去 展開交通大執法 光是在27號就開出130張罰單 其中非法改裝車輛車體有三件 無罩駕駛也有三件 車廂外載客兩件 拼裝車沒收一件 至於違規停車42件 而未戴安全帽則為最大宗 有79件 行車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安全帽的部分 雖然戴了會流汗 但是流汗總比流血好 警方仍會持續針對小琉球 進行交通安全宣導 以及取締 機查單位也呼籲 由於小琉球道路上下起伏又彎曲 遊客對於路況又不熟 沒戴安全帽真的很危險 現在也會加強取締 政府用公權力來維護民眾安全 記者蘇室偉 平方報導